美食天地 你我她 美食天地 你我她 美食天地 特別節目看我這次的打盤 就知道要介紹的 絕對整個最新的 小褲的菜 好 老師 你要看我這新的大盤 一生富貴 對喔 你就知道今天我們介紹 這是最新的大盤 這是最新的造型 這條圍巾有漂亮嗎 有讚嗎 老師 今天我相信你這道菜 一定是非常不簡單喔 應該跟我們過年有關係 對啊 大菜 算大菜 大菜就對了 所以說我為了你的大菜 我的條工安排到這新的大盤 就是要配上你這道菜 紅蝦漂亮又大盤 這樣喔 請問你這道菜 到底是要出什麼菜 我就要配上你這新的大盤 叫做富貴鐵盤 喔 富貴鐵盤 就是那個鐵盤就對了 對 富貴鐵盤 對… 所以說我們的這個貴 為什麼說大家都要吃鐵盤 因為鐵盤代表是說 一年一年沒用 是 為了自己 以前的人要吃肉很方便 現在用過年來做這個推口來吃 對 我才知道我所想的人說 吃鐵盤代表是 媽咪 過年是元寶嘛 萬寶 對 萬寶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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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是喔 對啊 不是說大家都說過年都要吃一個 比較吉祥的東西 就是像說鐵盤 菜頭盤就是那種愛 那種步步高生 那什麼 什麼 菜頭盤 叫做 菜頭盤 對 步步高生嘛 沒有 那叫金條 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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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認真說 菜頭盤就是步步高生 對 菜頭盤也步步高生 但是有用說還是金磚 金磚 金磚 他就像磚一樣一塊一塊 是 吃雞又起雞 所以你看過年年產 通常你如果去阿伯人買 還是我們家的款 有一定要吃多少雞 對啊 對不對 然後就是要過 都一定要拜過對不對 不然就是一定要煎過 對啊 那裡有就是電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還有什麼 雜水狗 金元寶 對啊 對不對 就是要有錢 在外想說要撈豬腳 那就是代表長生 不是這樣嗎 應該是原寶 是喔 吃富貴 吃元寶 那不然你今天告訴我們就是 要富貴就對了 對 大富大貴 對 今天我創這個 這樣喔 大富大貴 要煎菜 嬌菜更進步 嬌菜更進步 你看看 我為你貴心吃大在吃 一生 一生都是嬌菜進步 對啊 你給我看看 水氣千條 我老師說要把它尖火 幫它放牌 黑白來 黑白不來 你最新的咧 來…老師 你今天我們準備的 富貴 什麼 富貴堤盪 堤盪 準備的材料呢 來 推口 推口 我們先把它殺過 等一下… 重點 我公仔拿兩件問題 推口有分 整腳跟後腳 請問老師 要買整腳後腳 應該是整腳後腳 整腳後腳 整腳後腳 好 要了解嗎 整腳後腳後腳 你大小 大小碗它也多好 是 整腳喔 好 要整腳 再來 我們春的就是 待會兒要把你煮蒸燒 蒸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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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蒸燒 你要煮一煮之後 不管你來做豐肉 還是要來做牛肉 蔥燒羊肉 蔥燒 牛肉 蔥燒 蔥燒 對啦 這蒸燒很重要 你不煮它這味 它味道不出來了 剛好 沒有煮乾 說不夠蛋 所以說蛋一定要認真聽 再來 再來 再來就是春的 我們今天是用蒸燒菜 你也可以用湯燒菜 因為咬肉 這個叫花椰菜 咬熟 然後這個叫 紅蘿蔔 球 球 冷凍蔬菜 冷凍蔬菜 然後這個是 蔥 辣椒 辣椒還有蒜頭 蒜頭 然後 鹽水 香菜 我最喜歡吃的 孫啊 孫梁 孫梁 不對 孫梁 什麼 孫梁喔 孫梁就是比較頭頂 比較油 對 我們去菜市場買什麼 你買孫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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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比較乾 年火比較多 會調水氣 牠切到一塊 我怎麼會老人 因為你水氣好 像這年級 這樣喔 孫梁 這樣買就好 要去孫梁 不是孫梁喔 好 好 現在開始要做出力 孫梁喔 我們有糖 它會比較長 是不是現在一定要先糖過來 因為它 在食品加工的時候 它有比較重的點酸 喔 不可以沒有糖喔 你沒有糖喔 你的味道很重 你幫我點火一下 點火 你看我有厲害嗎 等一下 這個 這樣不做 不好意思 你會不會有糖 這個我們等一下 怎麼還沒糖 有糖 這個南部 南部這裡 一定要煮開 會推開 要把它 化龍點睛 是 我們這個等一下 要把它點睛 點眼睛 對 油開口也很好 對 所以說 我們的觀眾朋友 為什麼要學工夫 就是要學那個 中間 如果你看看 工夫的中間 沒有學到 都給它看 看就放的就過 不能像鳳梁一樣 我每次跟老師 工夫學我都放的就過 放的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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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這樣 你們再問一次 我都不記得了 你們是要做小蔥 要做筆記 知道嗎 你如果準備去沒關係 就一直把它重複補環就有了 對 有啊 我都一直把它補 再補給我們人家看 對啊 我都擺三 擺一擺 擺一擺 再擺一擺 嗯 老師 為什麼你要這樣 這待會兒 我們要把 把這個 鐵口 紅鐵口 這富貴 富貴鐵口那邊 點睛 這是我們 南部家的客色 這樣嗎 對 白薄這些滷滷的而已 對啊 現在來蓄溫度 溫度要在它有200 200度 左右 200那裡 快200 對 現在這才有100倍度 我們還要讓生溫 好 一直洗一直洗 一直洗 它也一直洗 就差不多180了 喔 一直洗就180 對 那你那裡有時候是怎樣 一跳嗎 你那裡喔 它剛好頂點不會這樣 冒小泡不洗 它開始變熟 好 開始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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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攝影開始在變了 然後我們要把它攝影 做到 比較 黑色化 這個蔥 蒼燒起來後來烘肉 喔 很香耶 對 這叫蒼燒 有這個 我們來做烘肉這樣 好 好 我們現在要把它攝影 對 像這樣我們這邊的水 和醬油和湯頭 你是怎樣放 一般我們這樣放就是 我們的醬油 醬油 就是我們那個 性格的那個硬油 對啊 它很好用 你不用加太多 是 因為醬油成分不夠 加差不多2大匙 是 那它的水 你當然要用過 腿口的 農中中午 對 然後慢慢讓它水去熟 對 讓它去熟 我們加的東西就是 醬油 是 米酒 米酒 糖 是冰糖還是糖 都可以 都可以 對 這樣就好了 對 那很簡單耶 對啊 這個蒼燒把它蒸出來 它味道都會蒸出來 喔 對 把它放到爛熟 放到爛熟 放到爛就對了 對 那它不難了 放到爛熟 就像這樣 你看 它皮大一大 好嗎 要先蒸過 對 如果在這邊這裡 教你們怎麼蒸 它剛好 我們在土糕了 你 不用開 先讓它蒸 然後再開 比較安全 用我們的鍋 把它蓋得比較安全 你怕它去噴到 是 這是透明的 再來噴 金黃色料 因為那皮會噴對不對 對 你看 漏起來很香 我們沒有加什麼 開口 真的有夠香耶 我發現我們到的韻味 真的有夠讚耶 有 真的加那個蔥 剛才有加到沒有蔥 差那麼多嗎 你加下去 那個開口都差 真的耶 差好多喔 剛才 老師加單純 用我們到的韻味 加那個湯 跟水魚的時候 這個旁邊會這樣 我的旁邊站著 沒有什麼 很香的香氣 完全沒有 然後呢 它後面還淋這個蔥 跟辣椒再下去的時候 跟現在的香氣 完全都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香氣喔 真的超級香 超級 我現在跟你說超級 很香 整間餐廳都是香味 真的都有那個 就是說 蔥燒的味 我們現在 它也好了嘛 我們也要做聖盤的動作 我們現在要做聖盤的動作 我們現在要做聖盤的動作 太白粉 漂亮 讓它比較金骨 這樣 有 那你要放鞋子嗎 來 這裡 這裡 沒關係 我先把它砍好 你先用那個砍 要在那邊砍喔 沒關係 我們這樣做到 讓它 好 稍微讓它有這個咖針 它咬得很重 它這個蛋白很重 我們只是說讓它 我們這樣吃褪褲 它咬會掛在肉 肉那裡 對 比較有 味道 讚喔 然後 我把它熄 讚喔 來 你把它咬 因為裡面喔 對 咬肉不開 有 唉唷 有你真好 你看 唉唷 唉唷 我喜歡這種感覺 再來 好了 老師 那個感覺我就是喜歡現在 再來 我想一碗白飯 我們南部要加什麼東西 哇 老師 蛤 這個 我想吃 不會是我們的褲子 我們哪個熟菜 五星級 這十顆 二十顆來 好棒 謝謝 你看看 人家拿到 好棒耶 它的富貴 真的 真的 我有了 有有有 富貴富貴 富貴萬萬年 驕債有進步都來了 對 我們的電視機觀眾朋友 最到 我們如果說這樣過年 介紹讓人家不會開 謝謝 感謝我們的營師 謝謝 我們的電視機觀眾朋友 一定看得很麻煩 看我們星級電視台 鎖定我 信級電視台 我們的奉申 美食天地 你我他 絕對每次都帶來你們 真的讓你摸他 的料理 謝謝我們阿洋師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感謝我們 感謝我們星級電視台 所有觀眾朋友 期待我們下次 美食天地的料理囉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